关于诗篇里面的咒诅与新约当中梯队 这个我在解释诗篇的时候 已经多次说了 诗篇其中有一种形式叫做咒诅诗 咒诅诗是不是和新约里面 实际上的饶恕仇敌的教训冲突呢 不是 我们要理解咒诅诗里面最重要的几个点 第一诗篇的作者是罪人 即便是信上帝的罪人 他也有他自己的情感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会表现出人的这个层面 愤怒仇恨 但是比起这一点 更重要的这种诗记录在圣经里面 其中更强调的是公义 圣洁 你注意咒诅诗更多的比起关注自己 更多的是关注于神的国 神的名 愿那些抵挡你的人都灭绝 愿烟花的仇敌什么都什么如风消散等等 愿你击碎他们什么等等等等 他所关注的比起我们被人欺负了 上帝啊 我气得不得了 你赶紧降火烧他们吧 不是 是上帝啊 你看到你的敌人 他在抵挡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实际上是抵挡神 他们在亵渡神 他们在践踏你的圣殿 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口中说出狂妄的话 上帝啊照着你公义 愿那些恶人遭到该有的抱怨 更有意思的是 我最近讲的那是诗篇 第83篇八十几篇 前面讲到咒诅后面说 愿万民都求告耶华 寻求你的面 一方面彰显出神的公义 另一方面 诗人从打心底里面 盼望这些恶人回转 来敬拜神 称神为神 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所以这里面更多的强调神的公义 神国度的公义 不是诗人自己的丝绸 自己气得不得了 然后咒诅他们 报应他们 圣经里面 旧约也好 新约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去 恨仇敌 或者咒诅别人 强调咒诅的时候 只有神的咒诅 按照他的公义和圣洁 维护他的圣洁的荣誉 所以他咒诅这些罪人 我们是没有资格咒诅 除非这个人是像 教会历史上出现一些 亵渎神的异端等等 我们宣布他 给他开出教集 至于咒诅 用什么火烧他 执行死刑 那个不是教会 应该有的权限 所以公义 圣洁 维护神的荣誉 以神的心为心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爱神的国神的义 维护神的尊严 看到亵渎 这种公义的情感 宣布咒诅 神的国度的概念 甚至是跟最终末世的审判 有这种类似的概念有关的 而不是诗人自己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忍不住就说了一些 咒诅的话 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丝绸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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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